10月21日,是美国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的40岁生日,英国太阳报报道了他生日的过法,如果说从前跟卡戴珊有关的报道或是时尚,或是八卦,那么这篇报道中的内容是爱,是温馨,这次生日会,金卡戴珊先是背下了一大跳,但之后有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他64岁的妈妈克里斯詹娜和丈夫坎耶维斯特以及全体家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策划了40岁生日派对,整个活动是由克里斯和一位活动大师明迪维斯一起筹划的,晚会很奢华,花费不菲,同时也确保遵守了美国关于新冠疫情的规定。 现在工作人员要佩戴口罩,所以参加聚会者都经历了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卡戴珊,要去拍照,卡戴珊乘坐一辆越野车赶往洛杉矶的拍照现场,然而,一到地方,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卡戴珊在车后面问,这妈的是什么? 下车后,经卡戴珊听到已故父亲罗伯特卡戴珊的声音,跟卡戴珊小时候第一次过生日时一样,两起小白马在会场门口迎接着40岁的生日小女孩,卡戴珊说他想哭,他太震惊了,但他不想毁掉他的化妆,他承认一听到爸爸的声音,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卡戴珊穿着金光闪闪的紧身裙,很是惊艳, 他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大声说,这不是来拍照,接下来,他看到了丈夫侃爷,两人拥抱在一起,甜蜜的亲吻,几个月中,这两个人似乎经历了一场巨型婚姻变故真人秀,几乎走在离婚的边缘,但这个时间两人看起来是相爱的,侃爷看向妻子的眼光中是欣赏与温柔, 卡戴珊对侃爷说,天啊,你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找不到你的原因,卡戴珊的所有姐妹考特尼卡戴珊,科勒卡戴珊,肯德尔詹娜,凯丽詹娜还有弟弟罗伯也都在现场, 36岁的科勒和小男友克里斯坦汤普森很是亲热,考特尼的前男友斯科特迪西克也来参加聚会了,这场聚会的特色是纪念卡戴珊小时候的每次生日聚会,比如,有卡戴珊八岁生日聚会是他最喜欢的儿童晚餐,老母亲复制了从前他们一家常常光顾的爱德德贝维克餐厅,从菜单的细节到餐厅的摆设,就连小卖部柜台上的圣代冰淇淋, 桌布和调料瓶都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还有卡戴珊十六岁时生日一模一样的生日蛋糕,她十六岁生日时得到的第一辆车一辆老式的白色宝马,也被老母亲从华盛顿又二手买来,只为了在派对上展示一下,克里斯还将体验夜店完整的复制的下来,多年来卡戴珊在那里举办过十几次聚会,四个姐妹一起跟二姐跳起童年时的舞蹈, 一直宣称岳母克里斯是白人智商主义过生日的侃爷与岳母也挽起手臂,大屏幕始终播放着卡戴珊一家从小的有趣画面,富甲天下的真人秀明星不只是有钱的,还拥有有爱的家人和美好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